我们今天的健康人生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嘉莲太平医疗网的Kelly Wang家庭医师 王医师 王医师好 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甜甜医生Dr.Kelly Wang 王医师今天来跟我们聊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近年来很多女性都很困扰的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是的 所以骨质疏松的确是女性比较容易得到 对不对 是的 那骨质疏松它到底是定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状况 叫做是骨质疏松了 OK 所以骨质疏松症是当你的骨量减少 那骨量减少了 那你的骨折的机会就会上升 OK 对 然后呢 比如说有骨质疏松症的人 他可能跌倒撞到就很容易 就比正常的人容易骨折 OK 那有一些人严重到 就连弯个伸或是咳嗽 他的骨折也会有骨折的 OK 那骨质疏松症骨折 三个最脆弱的位置 比较容易骨折的地方 就第一就是手腕 第二就是臀部 OK 第三就是脊椎 脊椎 这脊椎如果骨折了 是不是基本上蛮严重的 是是蛮严重的 OK 所以我们刚刚在说骨质疏松症 那他有什么症状呢 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有骨质疏松症 因为他的症状很模糊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没有扣过症状 我怎么去找医生检查 知道自己骨质下降了 是的 那症状 第一呢 就是会背痛 那背痛的症状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骨折 脊椎有骨折 所以他有被压迫 所以就是第一就是背痛 那第二呢 可能就是他的身高 就开始觉得下降 就能缩了 是的是的 OK 也是因为那个脊椎的骨头呢 有骨折 会有压迫 那第三呢 也是开始有弯腰的 驼背 是的 弯腰的姿势 所以这几个症状呢 就可以让我们早一点去看医生 看是到底有没有骨质疏松症 那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所说的 骨质疏松症的人呢 他可能比较容易会骨折 他可能跌倒啊 撞到啊 就骨折了 对 是的 就比正常的人 比较容易会骨折 你刚刚一直讲到 所谓的脊椎骨折了 是的 那我们一般呢 感觉脊椎骨折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那脊椎骨折有什么办法去恢复 或者要去做怎么样的复健 对 那第一呢 我们就想讲 就是要怎么样治疗 对 那治疗呢 方面呢 我们就是第一呢 就是要做 我们之前 我们要预免 得到这种不足处 要预防剩余治疗就对了啦 对 那预防要该做些什么 我们预防方面呢 第一 我们会建议病人呢 早一点做负重的运动 负重的运动就是 比如说站在脚上面的运动 像走路啊 像打碗球啊 或是像跳舞啊 因为你做这负重的运动 你站在你的脚上面呢 你就可以让你的臀部 跟你的脊椎 把它运动 让它比较强壮 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 骨质疏松 但跑步好吗 跑步也是OK的 OK 那像比如说像游泳啊 或是像骑脚踏车啊 这些不算是负重的运动 哦 对 游泳是扶着的 对 那脚踏车也不是 是在踏着 不是真的把重量 放到你的脚上面的运动 所以这些运动 虽然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好呢 但是它对骨质疏松症 就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OK 所以基本上多运动 多运动 那第二呢 就是吃含有钙跟 维他命D营养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呢 就像牛奶类 像牛奶啊 起司啊 油格啊 这些都算是 很有丰富 所以我们等于说 用饮食的方式 也可以来补钙 是的 是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吃一些钙的 像是补充剂 这样子的 等于算是健康食品的东西 对 你可以吃健康食品 那当然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预防都预防不到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开始吃料 对 治疗了 对 那吃药治疗 我们可能会开处方的 维他命D跟钙片 因为它的分量 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那其他的治疗呢 当然就是吃骨质疏松症的药 那骨质疏松症药 其实有分很多种 那有吃的 然后有注射的 那当然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要跟医生谈商量一下 看哪一种药 是会比较适合的 是的 但是呢 要注意的 观众朋友们要注意呢 就是骨质疏松症的药呢 不要吃多过五年 因为你反而吃多过五年的话呢 它会有相反的作用 改化 对 所以它比较会容易骨折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当然是每个人 要跟他的医生商量一下 看要怎么样的治疗 然后做好这样子的调整就对了 对 然后我们也之前 我们也要讲说 哪一种人会比较容易 对 因为刚刚讲到 讲到说女性 可能比较容易得到 还有什么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 第一呢 就是有家族食 遗传基因 对 如果爸爸妈妈有的话呢 那小孩子也可能 比较容易会得到骨质疏松症 那第二呢 我们说女性比男性 会多过有骨质疏松症 那原因呢 是因为女性 她的骨质 骨架子通常就比较小 所以骨量也比较少 所以呢 它比男性 会比较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 但是男性还是也会得到 骨质疏松症的 OK 那第三呢就是生活的上面的习惯 那比如说 像不做运动的人呢 比较容易骨质疏松 对 生活不正常的人 也会骨质疏松 对 不常晒太阳的人 OK 晒太阳也会让我们得到 我们自然的维他命D 晒太阳这个就是一个很两难 很多人都觉得 我怕晒太阳 因为对皮肤不好 但如果跟骨质疏松比起来 王医师会觉得晒太阳 还是对 整体来讲是有帮助的 适量的就OK了 适量的 对 那当然还有就是抽烟啊喝酒那些 如果习惯不好的话 这些人会比较容易得到 骨质疏松症 OK 那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 就是有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像糖尿病啊 或是甲状腺啊 癌症的病人 还有就是长期吃肋固醇 这些病人 也会比较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 骨质疏松当然你说可以吃药 当然用饮食的方式也可以做改善 是的 他会不会治疗好 所以有些人可以治疗好 就是我们就说吃药 那骨质疏松的检查 差不多是每四年 可以正常人可以做四年做一次 OK 那如果他们在服药的话呢 就每一年都还是要再检查一次 看那个有没有药物 有没有帮助他 有帮助到 对 那如果没有帮助呢 我们还是可以换不同的药物的 OK 那如果真的不行已经到骨折的部位的时候呢 那就可能就要做 要找专科要做一些开刀啊 或是做一些打针啊 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才会真的有明确的帮助就对了 所以我们要提早就要开始预防 预防很重要 不过提早 我们现在讲讲 在近几年 我觉得整个大环境 也可能有不同的污染 生活习惯的不健康 他得到的年龄层 大概会不会有下降 或者大概是在体税 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骨质疏松 其实很年轻的人就会开始了 所以我们骨头的钙量最高的时候呢 那个骨量最高的时候 其实是二三十岁的时候 是最高 所以要那个时候开始 就要做运动 就要做这些预防的这些措施 不然的话 你可能二三十岁就开始 有骨质疏松的这个 对啊 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都一点症状都没有 那有症状的时候 太严重了 就可能已经骨折了 才知道原来我骨质疏松了 是的 今天谢谢王医师 带来这么宝贵的讯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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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